這題他說已經知道 A 長 B 長 而且還有給我們這一個 A 向量減 2 B 向量 長度等於 4 然後呢 A 向量 B 向量假假是 C 打要求 第一個要先求 AB 內積第二個要求 C 打 所以呢他其實這個 第一小題跟第二小題的順序其實就已經告訴你我們接下來路要怎麼走 好 題目的這邊 這個是關鍵 來 A 向量減 2 B 向量的長度 說過了 這種合成向量然後再加上長度的話就是 平方 那平方呢就是乘法公式照著寫就好了 只是呢 前面後面是長度平方 中間呢是內積 好那有的數字就把它塞進來 這裡長度是 4 4的平方是 16 然後 A 長是 2 2的平方是 4 減掉 4 倍的 AB 內積 再來 再來 B 長是 3 平方是 9 9 4 36 好 整理一下 4倍的 AB 內積等多少 40 再減掉 16 所以是 24 那麼 A B 內積就等於 6 A B 內積就等於 6 好 第二步 我要求 C 大 C 大呢因為它是 A 跟 B 的夾角 所以我就想到 AB 的內積 等於 A 長 B 長 乘 cos C 大 來內積 16 長度是 2 跟 3 然後乘上 cos C 大 所以 cos C 大呢 對 等於 1 誰的 cos C 大 等於 1 0度 那我隨便複習一下 單位拿出來 這裡叫 10 這裡叫 90 度的 0 1 那 cos 的值是什麼 R xy cos 是不是 R 分之 x R 永遠都是 1 所以呢 我的 cos 叫做 1 分之 x 所以我的 x 要等於 1 所以是等於 0 度的時候 比較好